影片刚开始之前 现在询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是有玩过炼金工坊的 你会最推荐哪一代的炼金工坊 欢迎下方留言给我吧 好的 今天要来分享的游戏是炼金工坊 黄昏之炼金术式三部曲DX版 这个DX版的优点就是有把画面来做点优化 可以搭配PS4跟Switch来玩 包括所有的DLC内容也会完全的收入 另外还增加了奔跑跟快速战斗的功能 那么今天我玩的呢 会是三部曲当中的艾斯卡&罗吉的炼金工坊 首先先容许我赞叹一下 这次的三部曲Switch版本 居然是直接放入三片实体片 不是以一片实体两组序号的方式来贩售 对于这种实体爱好者来说 真心觉得有够赞 其实我对于炼金工坊这类型的游戏 印象真的不多 上次有接触到又稍微多一点点印象 大概就是莱莎了 而且主要应该是霸腿吧 这次接触到艾斯卡&罗吉的炼金工坊 刚开始差别最大大概就是他有男女两个角色可以来选择 不像莱莎 就是单纯莱莎一个人可以选择而已 虽然说我知道不少玩家在玩这种游戏啦 会选的角色应该还是以女生居多 但是多个帅哥可以选择好像也不错啊 另外呢我有特别上网看了一下 这款游戏是在早期的PS平台独家作品 2013年是出在PS3上面 2015年则是跑到PS Vita的平台去 而且上面还有写到这次的作品呢 是首次采用到双主角 可以选择艾斯卡或是罗吉来当主角 而且选谁呢都不会影响到主线的剧情 只有部分的事件剧情啦 或者是故事的结局会有点不一样 欸不对啊 我说结局不同还是差很多欸 我就是怕难度或者是剧情有差啦 所以才会特别上网查一下这个部分喔 没想到还是写的稍微的保守一点 好啦没关系 那这次我还是选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的艾斯卡好了 喔对了要进游戏之前 也可以先进到房间去帮女主角换个衣服 换一套喜欢一点的衣服再进去进行游戏 应该会有不同的体验感受 欸顺带一提 在里面呢还是可以继续换衣服的 接着呢我们就赶快来进入游戏 游戏中男女主角初始设定都是镇上的公务员 而且两个人会以同事的方式开始跑主线剧情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所以选男选女主线才会都走差不多的剧情 不得不说这样子的游戏设定起来永远是男的帅女的没 而且莱莎的特色呢也真的算是一个超级特色 因为这里的艾斯卡就回归到一般游戏中会设定的女主角造型 虽然从画面的背景看来呢真的可以感受到一点点怀旧的味道 但是人物角色的外貌跟鲜明个性的配音 玩起来还是给人一种非常丰富的感受 喜欢游戏节奏快点的玩家呢也可以跳过对话的部分 要跳得多夸张就可以有多夸张 这一切都可以进到设定里面去调整一下 万一有一个重点没有看到的对话也被我们跳掉了 只要再按个减号呢就可以看到讯息的履历 有点像是在用手机的通讯软体啦 Rose的讯息呢只要往回找讯息就OK了 除了可以单纯看对话内容呢还可以请NBC再用配音念一次 感觉就是超棒的啦 想叫他多念几次呢嘿嘿他也不会有怨言的喔 唯一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呢 会一直比较习惯推右类比摇杆 想说可以看一下不同视角的画面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右类比只能支援到画面的Ring in跟Ring out 他是没有办法去转动视角的 游戏中大致有分成几大类的系统 剧情刚开始没多久呢我们就会拿到一张课题的表格 最重要的九宫格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主线任务 结完主线任务之后就会再打开最外围的那一层任务清单 这个就像是一般的支线一样 基本上有过没过都不太会影响到是否可以破关 刚开始的第一张课题呢要过真的不难 只要跟着教学模式走一走就可以完成了 其中会教我们很多游戏中的选单跟功能 还会实际的进入采集素材啦跟战斗的模式当中 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教学 如果说要形容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的话啦 这个课题的任务呢就很像网路游戏中接任务的感觉 尤其是刚开始第一张课题 像是收集材料使用几次的资源防御资源攻击 进行几场战斗这些类型的任务呢 跟蛮多网路游戏在接任务的感觉都非常的像 战斗系统虽然说是采用回合制的方式进行 但是在资源攻击跟资源防御的搭配之下呢 偶尔还是需要快速的做出反应 才能应对可以使用的辅助功能 初期的部分呢我觉得主角团们并不是非常的厉害 虽然不至于到角色很容易挂掉啦 但是缺少一点碾压敌人的快感 不过随着炼金素的成长 慢慢的我们可以制作更多更厉害的武器 拿来攻击敌人可以有越来越快的成果出现 而且游戏中有一个蛮酷的设定啦 就是在身上探索的装备呢 包括补血用的还有攻击用的道具 只要离开区域地图再回来呢 就可以重新补满 不需要一直重复制造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用 就网路上的资料看来呢 除了初期的三个角色以外 后来还会陆续有其他角色加入我们的队伍 在战斗的时候呢可以一次登场六个 以三个前排三个后排的方式进行 前后角色等于是可以做一个互相cover的状态 如果前排那个角色血太低磨太少的话 可以换到后排去休息 而且这个休息不只是单纯坐着人板凳的感觉 而是他真的会慢慢恢复HP跟MP 適时的调整角色位置呢 就可以让战斗更加持久啦 万一不小心让前排的角色挂掉呢 也可以用后排的角色来上阵补位 至少不会让战力流失到过度严重 最后呢就是这些角色还可以搭配一些联系技能来攻击 就连两位主角都还会有他们特定的联系技能可以使用 另外呢我觉得炼金通房最重要的一大部分 应该就是炼金调和这块了吧 它应该也算是这系列游戏的最大特色跟重点 其实我在玩起来的感受呢 会跟牧场物鱼在主食物有那么一点点的像 在游戏当中我们需要不断收集素材 透过素材搭配跟调和才能制作出需要的物品 不过跟牧场物鱼的主食物这块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炼金工房当中呢 素材会有属性的设置 而且每一个素材也会有不太一样的能力 虽然制作出来是一样的道具 但是可以运用很多种不同的素材 来组合能力不太一样的感觉 就算是制作同一种道具 能力也都会不尽相同 但以组合道具的自由度来说 就没有像牧场物鱼一样 可以随机乱组合一通 就算是失败的作品啦 也是会让人会心一笑 随着炼金等级的提升跟看着书籍提升知识 或是完成某些任务 都可以学到更多的调和项目 其实我觉得玩一玩呢 炼金工房这一个系列的游戏 玩起来是音乐舒服画面舒服 配音也蛮舒服的作品 剧情跟游戏方面也算是比较活泼可爱一点 让人在玩起来会有一种比较休闲的感觉 不过他的系统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多大大小小在做互相搭配 刚开始在上手的时候呢 可能会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才能了解其中的趣味 等到熟悉之后呢 就能够好好的体验这款游戏的内容 那么就让我们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情 来面对游戏中的冒险吧 OK 那么炼金工房这一系列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在玩起来的时候 剧情会比较多过于正在游玩的那种感受 又或者说呢 它们两个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你可能会有需要读剧情的时候 然后会陷入它们里面的一些酸甜苦辣 另外一边呢可能就出了一些比较偏向游戏性的部分 这两边我觉得在炼金工房这一种系列的游戏里面 是比重来说比较平均一点的 那我今天玩的这一款是艾斯卡&罗吉的炼金工房 其实除了这一款以外 我还有另外两款 大家如果说想要建议我先玩哪一款的呢 也可以来跟我讲 这两款的名字呢 是艾夏的炼金工房跟夏立的炼金工房 因为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次的DS版的艾斯卡&罗吉的炼金工房 它其实还有一些新增加 最佳的要素 在游戏中可以参与战斗的角色呢 多了尼欧 维尔贝尔 卡朵拉 米契 然后呢还有多了一些服装跟装饰品的部分 另外还有最佳地图跟强敌 所以它增加的内容是真的蛮多的 就是所有的DLC全部都给你 这一款呢是有支援到中文的部分 其实三款都是有支援到中文的部分 所以说如果你会担心没有中文啊 读不懂剧情的 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了 好不好 这一点是OK的 再来背面的部分呢有一些游戏的画面 其实它游戏的画面 好像有战斗画面 它游戏的画面就算是战斗画面 看不太出来在战斗 可以看影片好不好 看影片 TV模式 平板模式跟掌機模式 都是一个人玩 有支援到Pro的手法 它下面还有特别备注 本产品为炼金工坊 黃金之炼金术式三部曲 DX4之一 无法单独贩售 所以这个是三片是绑在一起的 它三片下面其实都写到 里面的部分呢是还蛮简单的 就这样子 一片游戏 游戏的版本是日版的 那其实以我的频道来说呢 我知道也有蛮多的是喜欢 炼金工坊这个系列的游戏喔 如果说真的有对这些游戏 比较早期的 会好奇会想要追回来的 又或者说你是玩了萊莎 这一款之后啊 又想要追一些比较早期的炼金工坊 也可以去把它入手 因为我记得它这样子三片组合在一起 价格差不多跟一片大作是一样的 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有好奇想要往回追这些剧情的 就可以自己去找来看看啊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 也喜欢我的影片也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点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沃卡 我们下次见啰 掰